波兰前总统克瓦西灭夫斯基近期受邀访华 一行两人参访安排密集 不仅聚焦台湾战经脉动东南亚情势外 对于宝岛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格外关注 我认为期待台湾是很重要的后选择 前选择和前选择的新政策 我们非常感兴趣观看这些迷惑的发展台湾 在这些年轻轻的发展 你名字正好是一个美国的美国 因为台湾今天是很好的在高科技和在新闻 我們也很興奮在小和中小的公司 因為你的經濟的構範 是在某種程度相似的 法國的經濟 這是一個大重要的動作 克瓦西涅夫斯基訪台期間 除了與副總統吳敦毅 和多位經貿高層見面 也安排和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當面交流 並表達波蘭對兩岸發展的期待 我的訊息是很簡單的 我們希望這個地道好處 對她和那種新政府 新政府是一部分的民伍 以後8年改變你這裡的帳目 很重要是看到這地道線是佔性的 這地方是平等的 這地方使這條路面談論 這是條路面談及一些小民調 以擁有困難的歷史 克瓦西涅夫斯基認為 中國大陸近年來強勢崛起 對全球經濟影響甚聚 臨近的台灣很難置身事外 因此兩岸的和平穩定發展 不僅是雙方互利 也是各國樂見的方向 你必須明白 今天中國的國民 和中國的國民 財政為什麼 sitzt 博蘭身為歐盟的會員國 克瓦西涅夫斯基也鼓励台灣 積極和歐盟各國接觸 強化經貿往來 波蘭也將持續深化與台灣的交流 不僅經濟與IT創新 教育和觀光也期待有更多面向的接觸